只要我让你们把货运到上海 我就有钱赚对吗 谭思琳果然是聪明人 你从来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又在搞什么名堂 我这可是身在操营 心在寒 你不会说我气了吧 晚清 我怎么觉得 这两天 你对我的态度 好像不太一样 我们这不是各自都在忙各自的事情吗 没有天天见面 很正常 郑菇有句话 叫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想会会他 为众人实心者 不可使其暴毙于风雪 如果被人发现 我会背上通敌的罪名 他虽然在外南边做事 但他曾有恩于我 我必须报答他 你觉得晚清这个姑娘怎么样 晚清秀外汇中 又以我是青梅竹马 我自然是喜欢 光耀今年啊 虚岁二十五 是该给他讨一门亲事了 挺都军的意思是 光耀贤知 看上我们家晚清了 晚清这孩子得体大方 两人情投意合 很是般配 爸 那现在这南方的战事更紧了 如果重提婚事 只怕会遭人诟病啊 怎么会呢 时局不稳 徐木两家更应该相互帮衬 不过 订婚一事就安排在下月出发 明天十点到地方见 你有什么办法了 我觉得现在硬顶不是办法 你要不然先答应 就当是权宜之计 婚姻大事 怎么可能是权宜之计啊 你非要看着我和徐伯军 鱼死网破你才满意是吗 我是喜欢你 但是这种喜欢 要拿命去赌的话 我也得掂量掂量 你混蛋 下个月出发 就是沐婉清小姐 和徐光耀先生的订婚仪式 所以我今天决定在这宣布 沐婉清小姐 是我要追求的人 你凭什么用这种 下流的手段对我 婉清她不喜欢你 她喜欢的人是我 你凭什么 我和她这么多年的感情 为了她 连命都不要 你凭什么 我早就对她动心思了 她这辈子 只能是老子的女人 你放手吧 你以为 区区一个平安府 沐公会承认你这个女婿吗 爸爸劝你啊 你要是选择和谭轩林在一起 对你对她都没话处 你打理咱们沐家的生意 需要独军府来帮助 而她呢 只是一个刚刚到任的上海司令 你拒绝了光耀和她在一起 那就是害了她 只要我和她成亲以后 我足够对她好 她会爱上你不是这种人 从小到大 我都温和谦让 但是这一次 我不打算让了 谭轩林现在在哪儿 她从民房出来之后 就带着少帅去见了穆小姐一面 又带着穆小姐回到了那处民房 待了一小会儿 然后又和穆小姐去了百大门 到现在都没出来 别紧张 有你男人在 什么都不怕 我知道 你天不怕地不怕 嗯 我现在最怕的 就是你不理我 你又不争计 你说你一直在带兵打仗 那你怎么会跳舞啊 这几年不光要打仗 还要搞交集 就陪那些阔太太们 跳跳舞 打打牌什么的 很辛苦的 以后有我在呢 你不用替谁打仗 你也不要去求谁给你出钱 我和整个穆家 都是你的后盾 那就是 你养我了 谭司令最近的日子 不太好过哟 我哥他就是以死心养 你们两兄妹闹别扭 让我一个外人在这儿左右为难 你怎么能是外人呢 你可是我未来的老婆未婚妻 你不会是想要反悔吧 那我可要盖个桌 宣誓一下所有权了 你这不是无赖吗 谁让你拿这些包纸给少帅的 啊 这么没颜色 只要知道他过得好 我就放心了 你们俩这关系 还真是哭说明 绝着点吧 我想追您儿子 你一个马匪窝里出生的野丫头 能干什么呀 当年穆家大少爷 沐远昊死亡的真相 你是说 左参谋 从裴勋的书房里出来 然后去了六国饭店 怪不得下午在校长 裴勋一直在跟我哭求 但是我一提到 什么时候开帖 他脸色立马就变了 原来是两头通吃啊 那你打算怎么做 我准备去找廖先生 在国外的报纸上 看到许伯军旧案出身 把消息放出去 遭到云人家里 逼裴勋开帖 不行 你这么和他硬碰硬 万一把他逼急了 他就算扳倒了徐伯军 也会反过头来对付你 既然他要的是军饷 那咱们就给他军饷 他就算看在钱的念子上 也一定能放咱们回上海 安晴 这不是小说 不怕 我付得起 夫人哪 那你说的这些拿枪杆子的 包括包括我呀 你呀 你不仅让我赚不到钱 还让我倒贴钱 哎呀 夫人辛苦了 谁让我说了 我要养你一辈子呢 你可别忘了 你现在就在老子的地盘上 不光是你 还有你的老婆妹妹 三条小命全攥在老子的手里 我当然相信都军的能力 您想不想让徐伯军 也有来无回呀 都军 我们要不要早做打算 敏大城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奉高等审判厅之命 岳城都军徐伯军 罪名成立 即刻予以逮捕 裴都军 这个人很像徐伯军啊 你们无权搜查 我们的国民 而我 就是现在打死你 你们也无权审判哦 明天跟我一起回上海 少军他受伤了 我得留下来照顾他 你是我唯一的妹妹 我怎么可能把你留在这儿 我这辈子就认定他了 我特别不想让他留在北京 但是他因为你 一定要留下来 那我就要看看 这个让他奋不顾身的男人 到底值不值得他这样 哥 你头也让我留下来了 哥 谢谢你 你真好 你真的是全天下 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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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哥哥了 白眼了 哥 你吃错了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没人给我看 也没人告诉我 我要是不来韩国关 我竟不知道我学家 已经命学一线了吗 小心 小心 这里不安全 独鹃 一直挂念着 要走一起走 要留 一起留 我 tão死了 我把万青 交给你了 万青 我不想再等了 我想每时每刻 都被在你身边 保护你 照顾你 一刻都不让你离开我 我们结婚吧 完成你爸爸的意愿 好吗 这次本来很有希望得手 谁知沐老板横插一杠 沐追远这般老胡桃 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长时间 所以他就一命换一命 想给沐婉晴留个靠山 杜鹃 您看我这次要不要亲自再去 山啸先生 日本人 所以父亲 您是打算和日本商会合作吗 这个是许光耀吗 这是他十岁的时候 来家里做客拍的 他十岁就认识你了是吧 不是 好像是九岁 认识早有什么用 你还不是我的女人 那你还吃醋 谁吃醋了 你啊 我 那等我们以后结婚了 这样的合照不是想拍就拍啊 从我们两个人年轻的时候 到老的时候 木工还顾个洋人呢 老爷是听人说 洋将队的将法特别深 说是一个能顶四五个 那洋人吹牛的吧 还真不是吹牛的 洋人的子弹特别厉害 那个都是什么开花蛋 一枪下去能嚼嚼半个身子 好棒啊 谭司令看的是哪本相册啊 就是老爷年轻时压祸时的一张照片 是和洋人一起拍的 照片我已经找出来了 谭轩林应该已经看到了 我们要的是确切的消息 谭轩林看了照片 她不可能对木文青 还这样的风平当静 难道只有你呢 不眠不休地照顾你 轻微竹马的徐光耀 就不能我亲手养大的双儿照顾我吗 我们之前约法三章的第一条是什么 既然互相合作 就要彼此信任 信任个屁 司令 顾小姐出事了 老板全家都跑路了 还把公司账上的钱全都卷走了 要账的人全都找上门来了 我谭轩林 以上海司令的名义 再向你们担保 大华公司欠你们的钱 由沐家商会承担 这里没有外人 你跟我不用演戏 你是不是有 有事瞒 瞒着我 就当我是一个 阴晴不定的混蛋吧 可你明明就不是啊 你告诉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我连原因都不知道 我觉得我快坚持不下去了 那就别坚持了 你休想让我这么不明不白地放弃 谭轩林真的把沐婉清 当成仇人的女儿 沐婉清也当真了 哭了好半天 你和婉清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跟沐婉清的事 轮得着你插嘴 你说要为婉清挡住所有的黑暗 为她争取一丝光明 你说过你要给她幸福 眼而无息 徐光耀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自己心里没有想过她吗 我退出不是因为我不爱她 而是我尊重她的选择 但如果她选择了一个混蛋 我也绝不会就此罢休 管得着吗 就算我是个混蛋 我不要她 她也会死皮赖脸地跟着我 从今天开始 你别再烦我了知道吗 你什么意思 只有切断你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别人才无话可说 你现在在为你的父亲做帮凶 我是在救你 救我 你救我的方式 就是让我坐以待毙 不用找了 回去说吧 婉清 你要出去啊 我去喝杯咖啡 我们去码头验验货 如果不是军火 我们调查组一定会还你清白 这个不是六 难道是她 没查到 不能任赃兵货 得做两手准备 进去吧 顾小姐 这个忙还真只有你能忘得了 谭玄林到底把军火藏在哪儿了 有人举报说 牧家码头藏有违禁物品 跟我们走一趟吧 婉清 难道他们真的查到了军火 新的人证吗 谁啊 是故意双下走 只要你亲口承认谭玄林与革命的勾结 我就给你解脱了 好 我什么都答应你 我什么都答应你 求你了 这份举报明明就是诬陷 你还让我说什么 你非让我自己诬陷我自己你才满意吗 那刚才你紧张什么呀 怎么 心虚了 啊 心虚 你赶紧通知巡谱房 以为要破坏汉口路的自来火场 是 你不是想知谭玄林和莫婉清于死地吗 我现在就帮你完整盏心了 你还在执迷不悟 你就为了这点私人恩怨 让整个上海陪葬吗 不是因为你 我妈会死吗 就因为这点私人恩怨 我让整个上海陪葬怎么了 既然你来送死 那就怪不得我了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山下淳衣和徐步军到底要干什么 你是我的软肋 我不想让你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我不想当你的软肋 我要当你的盔甲 你是我的平安府 那以后遇到了什么危险 都要告诉我 我也想保护你 廖叔 我想走条新路 你可要考虑清楚了 在这个混乱的世道里 没有谁是赢家 与其争名夺利 不如为这天下人 正一个好世道 你还好吗 徐光耀 我不想成为你的敌人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我们在战场上相见 我一定不会心软 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你还记得 你第一次陪我来这里的时候 我喊的是什么吗 上海 我回来了 那时候 以为你守着上海 我守着穆家 咱们总能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 对不起 干嘛说对不起啊 难道你这个江城镇守使上任 不带家眷的 四小姐发来电报 说她不能来参加婚礼了 她真的猜到你的打算了 谭思 以我的名义 等一份声明 就是谭家四小姐谭桑鱼 生性顽劣 无逆长辈 故将其开除出谭氏从此 谭司令 是北京政府任命的镇守使 可带来的这些私兵 我不能接收 我只想带他们回家而已 他们只不过是 上海一个商会的民团吧 把这些人带回来 不太合适吧 江城来电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谭轩里没有发现 她能死在江城 也算是落叶归根了 没事吧 呼吸不上来了 你明天早上帮我出城 送一封信给徐光耀 为什么突然要给光耀哥送信 我明天早上就去 但是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今天晚上我们要拜堂成亲 我们把名字写上 从此以后 你终有我 我终有你 你答应我的 说好的一辈子 一天都不能少 我说话算话 一天都不少 真是 没见过你这么猴子的新娘子 我给我的丈夫款意 谁也管不着 信收好了吗 平安服戴好了吗 一直戴着 我给你求的肯定灵烟 子弹绕着你飞也打不着你 我信 真不敢想象 晚清小姐看见这封信 你 会赢 被斩 通知刘副 让他务必今晚渡手 杀了太决烈 刘副的人全往咱这边来了 恐怕这条防线很快就失手 这敌众我拐的仗 咱们谭家军打得还少吗 他刘副算个屁 大不了就同归于尽 你要干嘛 你回来就是为了帮谭旋林办酒兵的 副帅也同意和他 并且将军权交给了我 大帅同意和他 可没同意放过谭旋林 找几个可靠的兄弟 混进这首是数 哪怕把老陈给我炸成灰气 要干掉谭旋林 太四 你 走 你为什么要给徐报君卖命 我是在给我儿子报仇啊 要让你们谭家 断子决算 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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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